在美词的183首《快乐日》是这样说的 我读第三节 借着洗礼与主联合 与主同死亦同主活 一举一动心生样失 不随肉体 只同圣灵 让我现在直接地从英文翻译副歌 快乐日 当耶稣把我的罪洗和除掉 洗净除掉我的罪那一天 第二行 不是靠主保学的 是他叫我如何警醒祷告 每天喜乐的生活 快乐日 快乐日 就是当耶稣洗净除去我的罪业那一天 我在 好了 我现在要问 根据这首的诗歌的作者 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一位模仿 Isaac Watts 瓦斯的 就是受清教徒影响的 一位的作者 我没有研究他的教会背景 应该是独立公礼宗这一类的教会 若是的话呢 他是一位改革宗 也就是说教会里面有牧师有长老 举行婴孩洗礼的教会 我现在要问的是 根据第三节 作者说 习礼那天 发生什么事 我再说一次 根据这个作者 第三节 包括副歌 受洗那天 在领受习礼那个人身上发生什么事 你去读的时候 你发觉 我们很多在洗礼那天祷告的牧师跟平信徒 也会同声的这样祷告的 也会这样子的喜乐赞美感恩的 细读一下 读一读 第三节 从此到尾再读一次两次 好 这里说 洗礼那天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搭上一点 与子同死同复活 根据哪一节经文呢 罗马书第六章一二三四节 还有呢 副歌呢 很明显的 副歌在讲 快乐日那天发生什么事 罪的洗净 罪的赦免 是 你相信 在洗礼那天 耶稣除掉我们的罪吗 这首诗歌呢 是放四海皆准的 这首诗歌呢 罗马天主教也可以唱 因为他们相信 婴孩洗礼那一刻 这个人就重生了 是的 耶稣洗净这个卑鄙的罪 透过洗礼 靠婴孩洗礼 这是天主教 路德宗信义会 也可以唱的 他说 是的 阿们 一个人如何重生的 不知道 但是圣灵重生一个人 和洗礼 包括特别是婴孩洗礼 是同时发生的 我再讲一次 天主教说 这个洗礼 洗净你的罪 这个洗礼 除掉你的原罪 这个洗礼 重生了你 马登路德呢 退一步 他说 重生和洗礼 包括婴孩洗礼 是同时发生的 好了 我们这些福音派呢 也照样唱 快乐日 耶稣洗净我的罪 重生得救 那些受洗的人 在受尽之前 做的见证 也是说 今天我重生了 是吗 我们岂不是这样表达的吗 那跟天主教讲的 他们说 阿们 就是洗礼 救了你了 然后 马登路德就说 洗礼和重生 是同时发生的 你能够接受天主教 和马登路德 这种的重生观吗 就是重生 就是在洗礼那一刻 特别是马登路德 然后天主教说 你要靠洗礼 重生 那你还能够唱这四诗歌吗 我告诉你 这四诗歌不是天主教徒写的 不是路德宗写的 是改革宗的作者写的 他没有辨知 他的信仰没有辨知 没有变成天主教徒 可以这样表达吗 好 讨论三分钟 我刚才问的问题是 第三节讲什么 你们是不是这样子祷告的 在洗礼那一天 是不是这样子 为那位新的信徒 感谢主的 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 各位 在受洗 特别是 我们先讲成人受洗 或者受尽好了 是不是受洗净的水 洗净一个人的罪 不是 还好你们是纯正信仰的 那 人的罪是如何洗净的 耶稣的宝血 OK 那 为什么我们会说 在洗礼那一天 我们会唱 耶稣保血洗净 那个受洗的人的罪呢 宣告 宣告什么 是宣告我们的信心 宣告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是哪一个 那 净信会就说是宣告我的信心 当然他不否认宣告耶稣的宝血了 你的洗礼观 是不是说洗礼 是宣告人的信心 这个一般福音派 至少在中国以外的洗礼观 洗礼就是我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所以 在禁止的时候 牧师就问他 你相信不相信耶稣等等 然后他说请你做个见证 他就讲了 讲完之后 就奉父子圣经名为他自洗了 说洗礼是一个人 相信耶稣基督的见证 是把事情的尾巴讲清楚 头就忽略了 大概讲了整件事情的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而已 好 你说牧师你不公道 洗礼是见证 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很好 是谁在做见证啊 是那个受洗的 相信主耶稣的人在做见证 说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 对 好 你现在把事情的尾巴讲了三十个percent 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还没有讲前面的 那我们都不认同天主教的说法 我们是靠洗礼的水 罪得赦免的 我们绝对不认同这个 我们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 我们绝对不认同要靠洗礼 重生 对不对 不认同 基督教里面有一派很偏激的 是 洗礼洗净 对 洗礼死人重生的 叫做门徒会 Discipers of Christ Christian Church 门徒会 基督教会 他们是两派 两个中派 差不多 差不多合并 他们是不相信 一直得救永远得救的 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一个美国土产的 十九世纪的一个 十九世纪中的一个 兴起的中派 好 我们不相信这个 我们也不敢 好像马丁路德说 重生和洗礼是同时发生的 因为重生是一个奥秘 好 我们不是天主教 不是路德中 但是这边 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受洗是个见证 这个叫做 慈运礼的洗礼观 改革中的洗礼观 相信不相信 洗礼是人的信心的见证 相信 所以我们的牧师长老 不比别的教会更松散 我们绝对谨慎地要考 受洗的人的信心 信仰 信志 但是改革中 除了这个慈运礼 说洗礼是人的信心的见证以外 我们一贯 你看伯格福一贯下来 是把事情是从上而下来表达的 洗礼是什么呢 洗礼是恩惧 是神施行他的救赎恩典的一个管道 你说是不是洗礼就得救 不是 我们没有这样说 我们人绝对是因性称义的 而信心是神白白的恩典 那什么叫做洗礼是恩惧 恩典的工具 恩典的管道 或者恩典的外在的管道呢 那我们要看恩典之约 是什么意思 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神就展开了他的恩典之约的计划 恩典之约里面 包含了神救恩 救恩和恩典的应许 诸般的应许 恩典之约里面也有神的诫命 圣洁的诫命 神的约临到人 当然是因为 自从有了 既然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跟复活的大能 圣灵把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施行在人心里面 就是圣灵使人重生 使人有信心 有悔改的心 人信靠人悔改 洗礼是什么呢 洗礼就是在约里面 我们与基督联合 基督洗净我们的罪等等 洗礼是基督的工作 或者神的应许 神的保证 基督学洗净我们的罪 洗礼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 再来是从上而下 洗礼就是记号 洗礼是在宣告 神的恩典 神的主权 神的赦罪 谁在做见证啊 整个教会 包括神自己 二 洗礼是恩典之约的印记 印记什么意思呢 打个图章 或者火器 用蜡做的那种 古收人的血信 就封起来 那个东西 洗礼就是上帝 在做见证 说这个人 是在基督里的 包括婴儿洗礼 所以我说 这首诗歌 是一个改革宗的 作者写的 洗礼是恩典之约 约里面的恩典的 应许的记号 和恩典之约里面 应许的印证 所以 就是表明了 神说 这个小子是属我的 我们既不是天主教 不靠洗礼得救 也不是路德宗 不敢说洗礼 那天就是 人重生的那天 虽然快乐日 好像给路德宗 唱就最恰当了 不是的 但是呢 我邀请各位 慎重考虑 改革宗的洗礼观 或者圣礼观 就是 洗礼是一个恩惧 那我没有说 你洗礼的时候 那个水就让你 更重生 更真的重生 不是不是 是神向你保证 祂在恩典之约里面的应许 是真实的 而且是为你的 或者说 神向你保证 福音 是属你的 更说得更清楚 神向你保证 耶稣基督是属你的 祂是你的救主 包括成人洗礼 包括婴孩洗礼 所以改革中的恩惧 恩典之 恩典的 管道 的意思就是说 不仅仅是我怎么样 能够在灵命上长进 那这固然是 我怎么做见证 固然是 是神在做什么 在洗礼 在整个教会所举行的洗礼 神在做什么 答案是神在做见证 所以刚才我说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三十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见证是尾巴 头是神在做见证 那我们当然做见证 神的恩典 大大恩典临到我们 所以我们做见证 所以改革中的 对洗礼 对圣参的理解 就是要撇开天主教 这种的错误 但是也不走到 对不起啊 不走到 慈蕴礼派的极端 说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记号而已 只是一个见证 人的见证 不是 神在做 不然的话 我们怎么会说 洗礼快乐日 耶稣洗净我的罪 或者我们怎么说 当这个饼要分出去的时候 说这是主的身体 为你舍的 明明是面包嘛 这个是主用他的宝血 立的新月 或者这个是新月的宝血 立新月的宝血 明明是葡萄珠或者酒嘛 我们也这样讲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记号 是什么记号 是神在 恩典基督的记号 是一个印证 是用饼和杯来保证 正如你可以 咬这块面包 耶稣是你的灵粮 是那么的真 正如你可以喝下去 这个杯 耶稣基督是这么真的 滋润你的心灵 不是你的身体 是你的心灵 就是你的信心 你的爱心 你的顺服的心 明白吗 从上而下 重要的是 在洗礼和在圣餐 神是在做事的 God is doing something 什么事 印证他的恩典之约 神在做见证 在做保证 同样的 当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 圣经明明写好了嘛 66卷 讲道就是一次再次的 解释 神的道 应用神的道 进到人的心 好叫 神的恩典 领导我们 好叫我们 产生信心 或者让信心长大 或者顺服的心长大 从上而下 神的道 洗礼 圣餐 那我们一般的理解是 教会做什么呢 传福音 传福音 站外 OK 多一点的是 造就信徒 门徒训练 是从人 这个平面去看的 我们比较少问 神要做什么 如何做 恩据就是 神的如何做 那个如何 神做什么 神将耶稣 救恩 祂恩典里面 诸般的福分 要赐给祂的选民 赐给那些 真的得救的人 如何把基督里 诸般的恩典 传递给 这些恩典的对象呢 所以我们来讲恩据 好 讨论五分钟 祂说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